我身后的就是这个变动版的 SC40 然后我的呼吸有点长 忘记替大家请多多见谅啦 OK 这款车在外观上面有什么差别 现在就带来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辆车跟普通版本的 SC40 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一个Volvo的这个杜哥的这个胡雕咯 还有Volvo的名字 然后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前面这一个水箱护罩啊 基本是风湿的 它这样做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它的这个风足系数 因为风足系数越低 你车就越临近 然后你的续航旅程也会越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电动车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设计 因为它没有了这个内燃机 它不需要散热 所以呢 它们通常都是直接把这个密封起来 来降低它的风足系数 所以在剩下的细节 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款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4WD 的 它跟我国版本 其实之前贩售我这个 SC40 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 它是纯电动 然后它还是4WD 它的4WD 是前后一个电动机 后面一个电动机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超过400HP 这个比起普通版本的 SC40 还要强很多很多 然后它的综合最大马力是660Nm 其实它没有变速箱啦 这个电动车通常是单速的变速箱 它的加速非常非常的强 官方的数据 0-100 的加速 4.9 秒 讲真的 刚才我上云顶的时候 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爽 即使扭力 一踩就冲 等一下试驾环节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其他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电动机很小的原因 所以你打开了这个原本的 Engine 盖之后 它是一个置物空间 打开过后 你可以放一些东西 然后再打开 是这个 Diya Kit 它没有 Spare Diya 但是它有打风机跟补胎机 基本上都在这边 OK啦 这个就是以上 XC40 这个电动版本跟普通版本的差别 在车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索尔之随的这个灯喔 其实从以前的 XC40 开始我都觉得它很好看的 如果是晚上或者是灯光比较暗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真的是很出色 然后这边有写这个 XC40 这边有写它的 XC40 然后 WoW的 Logo 还有它写这个是 Recharge Twin 代表着它有双电机 其实在国外它有一个前轮驱动的电动机版本 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是这个 Ovidry的版本 内装的部分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 不过有几个特点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 它这一次它的这个系统呢 其实是整合了这个 Android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可以用Google Map 然后去你选择Google Map之后 它还顺便计算你这个电池还剩10% 然后去到那边会有10%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法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原厂表示它还有Google Play Store 就在这边 Google Play Store 你按下去 你要Sign in 之后你可以 Download 一些 X 当然我有去跟他们询问一下 他们讲这一个 WoW SC40 的 Google App Store 呢 它是经过 Filter 的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软件它都可以下载 也就是讲你要用这个萤幕来玩 Mobile Legends 或者是王者荣耀基本上是玩不到的 而且它也不可以去 Install APK File 它只有一些特定车用的软件可以在这边下载而已 然后它当然也是支援这个 LTE 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下面就是这一个 两个 USB Type-C 的插槽 当然虽然讲它是支援 Android 但是它还是有 Apple CarPlay 的 然后另外这边就是这个新的数位化仪表 可以显示的资讯很好 而且不会反光 这个是比起普通版更好的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要给大家看一下的就是这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没有电子手刹车 然后也没有引擎启动键 所以你要怎样启动车 基本上你把钥匙戴在身上 然后你坐在车里面 你的脚 Tub Brake 你把档位推去 D 或者是推 R 之后 引擎就会 Automatic 的启动 然后你就可以驾的 然后如果你要停车的话呢 就是安P P 就是自动会拉电子手刹车的 然后你开门下车 这个车就会自动关掉的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少了 你下车的时候少了一个动作 但是有一个坏处 就是如果讲你只是下车买东西 你的老婆或女朋友坐在车上的话 那么这个车关掉 Engine 之后 它就没有冷气 它会热死 它会打你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这边有一个 Harman Kardon 的影响系统 影响表现还不错 至于剩下的点 基本上它就跟普通版本的 XC40 差不多了 OK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试驾 OK 现在我们驾这个电动车上云顶 其实电动车上云顶是很好玩的 因为电动车还有这个即时扭力 Instant Top 这辆车的这个即时扭力 660Nm 就是讲上山的时候你不需要拉转速 它就即时就有这个660Nm 的这个扭力了 所以基本上这辆车上山是不会有软车 ICE 就是内燃机车管软车的感觉 一踩就像非常的爽 然后这辆车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底板的中间都是电磁柱 所以这辆车的配重是很好的 基本上是做到了50-50的配重 然后加上它前后各有个电动机 它是四轮驱动 前面有电动机后面也有电动机 所以它这个扭力分配也比较平均 在这个云顶如果你不是很激进的驾驶的话 这辆车的感觉其实是不错的 而且讲真的云顶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上山的时候那个山坡比较斜 你驾这个汽油机的引擎 就算你是驾Turbo 都好 有时候上山都比较辛苦 可是当你驾这个电动车上山的时候 这个即时扭力一来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很爽 不过因为我们开的是SUV啦 所以我们也没有到很激进的驾驶 所以给我的话目前的感觉是良好 不过我也不许承认这辆车的Handring 其实没有到很顶级 如果说你去跟着一个BMW或者是 Mercedes-Benz的同级车相比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差距 但是相信买这辆车的人 其实也不是很在意这个Handring啦 他们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失去驾驶 然后一个很安全的驾驶过程 因为WOWOW出了名就是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要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这个驾驶加速就真的是很猛 660Nm真的不是开玩笑 只是你时常这样踩的话 它这个电池其实会跌蛮快的 我们从这一个Saudiana Hotel出发的时候 电池大概是97% 然后经过了这样驾驶过后 这个电池还剩50% 如果你问我这辆车的感觉 我真的只可以讲 这个Instant 660Nm的Torque 真的是很爽 这即时扭力的感觉 真的不是一般内栏机可以做得到的 OK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 其实你可以听到这个电动车 就算是你开大概时速110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不会有那个引擎的噪音 因为电动机就是那么的安静 可以听到这个是完全用电话收音 没有麦 可是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安静 除了外面的摩托的声音之外 我相信应该没有听到其他声音了 是不是很安静 OK 啦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VOLVOXC40 电动版的这个简短的一个 试驾分享 跟一个简短的新车介绍 我知道今天的影片 可能内容有一点不够丰富啦 但是因为真的是时间有限 我们只有大概是半天的时间 来试驾这辆车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 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辆车 寄出来试驾看看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OK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